针对立陶宛看守政府的粗暴挑衅行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发表谈话 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中方也注意到 立陶宛新政府即将成立 多名政要表达了改善中立关系的愿望 中方希望立陶宛新政府 以实际行动恪守两国建交公报中 所作政治承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